我这个音箱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杂音 特别安静的时候能听得到 这个声音是最近才发现的 我感觉可能要走售后了 但是经过我一番排查 原因终于找到了 并不是音箱本身的问题 我排查的第一个方法 是把数据线给它拔了 然后再听 还有声音 那就是和电脑输入源 什么的都没有关系 这个音箱有一个挺智能的地方 这有一个灯 如果你长时间不用 或者没有信号源来推它的话 它自动会休眠 当你播放声音的时候 它还会开启 现在就听不到声音了 因为它休眠了 那这个根源是哪呢 我们往下找 因为电脑是关着的 显示器也是关着的 前置解码器的音频线 也是断开的状态 那现在只插了一个电源 它还是叭叭响 往下走 下面有一个路由器 就是它的问题 另外我还发现 当它出现这个叭叭声音的时候 我的手放在这个后面板的这个位置 它就没有声音 我手一拿开 它又有声音 手一放这就没有声音 我这手作为一个信号屏蔽 后来我就往下找 就找到了这个路由器 我把路由器的电给它一断 它就没有声音了 我们测一下 插上信号线 开 然后播放手曲子 现在是蓝牙 蓝牙连接双目三菱的D6 那它这会显示LDC 这样就被推起来了 推起来之后它就亮了 如果声音特别小的信号也推不起来 然后再暂停 然后再停 还是有八般的声音对不对 然后我把这个路由器的电给它断了 现在一刀不点 现在就剩下底噪跟白噪了 没有那个芭芭的声音了 那说明这就是无线路由器 对有缘音响产生的干扰 这个视频分享给各位 路由器 特别是无线路由器 要距离音响远一点 对 对 对